这个是我们专门为客户设计的一条 针对于砂石精细砂石的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的产能 大概是20到30吨每个小时 这个是直砂机 破碎的 然后它的功率是160千瓦的 产能大概是30到40吨每个小时 这是原材料 在进入直砂机之前 这个原材料的尺寸最好是在10厘米以下 方便进料 从直砂机出来以后 会使用皮带输送机 把物料输送到斗式提升机里边 然后斗式提升机 输送到最上面的粗筛 就是预筛分 先做一个预筛分粗筛除粉 一匹机 我们去上面看一下我们的环节 这是我们的平台 现在走到了平台上面 平台都是用这种网接的方式 方便客户到现场就可以安装 那边是出尘器 都是提升机会把物料输送到这个粗筛除粉一体机里边 先经过预筛分处理 我们会把大的颗粒 把大颗粒回收 把大颗粒用皮带输送机 再把它回料到自杀机里边进行二次破碎 然后细的物料呢 合格的物料就会通过这个管道出料口进入到下方的精细筛分平台 上面的出一筛分设备下来的物料就会进入到方便摇摆摆里边 平台上呢 我们是为了 因为我们搭建这个平台是为了针对不同客户需求来展示的 所以放了两款设备 然后针对我们这个石灰石的生产需求 要求30吨的话 是平台上需要两台 需要两台这款方便摇摆摆 这台设备的产能 针对20到120吨之间的物料 它的产能是10到15吨每小时 所以我们建议使用两台这个设备就可以了 然后经过三分的物料 合格的物料都会通过这个管道抬到下方 下方我们直接连接包装设备进行打包处理 在这个平台下面就放包装机 因为我们的现场环境 我们的环境比较小 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个比较紧凑一点的生产线 应用于展示给客户 这条生产线衔的很多类的 杀实、精细杀实 杀实、线、线、附绑、隧道申份的处理 谢谢大家